我终于要如愿娶我最爱的女人薛明利了,但在交换戒指时,我哥洛恒特意给我发了一条信息,上面写着,弟弟,猜猜看,你最爱的女人,最终会选择陪在谁的身边。 接着,薛明利便接到了她的电话,不知道我哥在电话那边说了什么,薛明利一向清冷的脸色瞬间变了,不顾我和在场所有宾客,穿着婚纱便要离开,你要去干什么? 我飞快拉住了她,薛明利转身,眼神中透着躲闪阿恒出事了,我要马上去医院。 薛明利,你今天飞去不可吗? 我忍着心中闪过的顿痛,一字一句问她,她眼神闪过一丝愧疚后直直看向我,阿胜,阿恒是你哥哥,当年他是因为你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 你别闹了,等阿恒好了,我们重新办婚礼。 薛明利甩开了我的手,就带着两边的长辈离开了婚礼,留下一众宾客面面相去,我闭了闭眼, 稳住了摇摇欲坠的自己,我颤抖着手拿起话筒,向宾客露出一抹我自以为得体的笑容。 抱歉大家,婚礼取消了,分子钱和礼物稍后会按照名单归还。 说完后,我便逃出了婚宴的大厅,我在卫生间重新换回了衣服,兄弟于怀看着我,眼圈红红的。 当年,他见证了我和薛明利相处的各种甜蜜点滴,现在他也全程见证了我的狼狈。 阿生,他只叫了我的名字,便再也说不下去了,我看得见他眼底有泪,我朝他笑笑,心脏有些疼,但胃部的疼痛比心脏疼还难受,我快死了。 胃癌晚期,早在几个月前,就觉得胃疼到难以复加。 我一直以为是东西吃错了,医生当初那张担心又隐忍的表情,早就提醒我该回头了,可我突然觉得有一丝解脱的感觉。 胃癌的是,薛明利不知道,我抱着对薛明利最后一丝的期望,希望他能在这个时候留下来。 只要他留下来,过去的一切我都可以当作没发生过,可他还是为了落横走了。 阿生,我们去找薛明利说清楚吧,今天明明是你和他结婚的日子,你哥哥这时候添什么乱? 他分明就是不想让你好过。 当初那件事,明明就是算了于怀。 我语气中透着一丝颤抖,连我自己都没有发觉,这段时间陪陪我吧。 这样一场闹剧之后,我没有回家,而是住在了于怀在国内的家,我不敢告诉自己的兄弟。 我生病了,但胃痛越来越强烈,我不知道我会瞒多久。 第三天,于怀没拦住找过来的妈妈,直接冲进房间,就把正在睡觉的我扯了起来。 妈!剧烈的拉扯动作,让我本来就疼得胃,更加难受。 你哥哥在医院那么难受,你却要在他难受的时候结婚,还整日不回家,落家的教育和规矩你就是这样遵守的吗? 我脑子有些眩晕,疲惫看着眼前这个亲生又陌生的人,看着他的嘴巴一张一合,通过他劈头盖脸,一阵责骂中,我这才知道,落恒觉得自己拖累了我的幸福,吞了安眠药,给须明利发了短信祝福我们,一直到刚才,落恒才在医院醒过来,须明利不是过去了吗? 您还要我做什么?难道要过去和哥哥道歉,说我结婚影响到了他恢复吗? 我笑了一下,妈,是不是非要让我死,才能弥补我对哥哥犯下的错?你心肠怎么这么歹毒?要不是你爱慕虚荣,阿恒又怎么会少一颗肾?我当初就不该生你。 妈妈嘴中各种恶毒的词汇,从我的耳朵进去又出来,我耳鸣越来越严重了,头晕眼花,于怀看出了我不舒服,急忙把我妈拉走,关上了门。 我妈说,我那颗肾是欠哥哥的,落恒是爸妈最相爱的时候生下来的,在爸妈的万千宠爱下,落恒被惯坏了,那时候家里还没开始做生意。 爸妈给哥哥的零花钱根本不够他花销,十七岁的时候,他看上了最新款的包包,巨额数目让他萌生了卖肾的想法,当时我才十二岁,什么都不懂。 弟弟,我给你买最新款的手机碗,好不好? 那时我不知道落恒到底在想什么,只是觉得一向不喜欢自己的哥哥要给我买手机,当然兴高采烈说了声好。 而那声好,成了我几乎一辈子的噩梦,落恒本想去大医院,但听说大医院不允许这样做。 用钱心切的他,转头就在厕所隔板上面找了个电话号码,可去了之后,才发现那就是个黑诊所,被那黑心诊所的医生取走了一颗肾。 如果当时不是正好有熟人经过大医院,看见落恒犹犹豫豫,察觉不对跟上去,落恒可能连命都没了。 可后来在医院,落恒轻飘飘一句,爸妈,弟弟本来想玩那款最新款的手机,可我没钱,想到你们做生意,挣钱辛苦,就擅作主张这样做了,你们千万别怪弟弟。 落恒在病床上哭得格外愧疚和伤心,却让我挨了一生中最疼的打,无从辩解,无处深渊,从那以后,家中生意蒸蒸日上,有落恒想要的,爸妈总是第一时间给他,更是时刻警告我随时让着他。 只要落恒一句身体不舒服,家人便如临大敌,而我也让出了一切,更是因为他,让出了自己喜欢了七年的女人。 我从于怀家告别后,去了趟医院,回到别墅后,已经晚上了,进门后发现薛明丽早就在家了,见我回来,迫不及待跑来一通责备,你怎么回来这么晚? 你知道你哥哥和爸妈多担心你吗? 我抬头,定定看了他一眼,绕开他去拿杯子吃药,我一点点把药倒出来,一颗颗吃着,看我没什么反应,薛明丽愣了一下,轻轻抱住我的腰。 阿生,我知道今天把你丢在婚礼现场,是我不好,但那是你哥哥,而且你哥哥当年为了你的事情没有了肾,对他的伤害还很大,这是欠他的,知道吗? 薛明丽语气虽然温和,但透着不容置疑,像笃定我不会拒绝一般薛明丽。 我把他放在我肩上的手拿了下来,这样的动作让他一愣,分手吧。 他眼里闪过了一丝不可置信和迷茫,紧接着他笑了笑, 阿生,我说过了,现在别和你哥哥争,大不了下周我不及你一个婚礼不就行了。 你,我说,我们分手。 我打断了他的话,薛明丽,你若是不爱我,大可以痛快解释清楚,也好过我在你身上浪费那么长时间,我的确斗不过落横, 可你凭倾他一面之词,就否定了我的所有,薛明丽,你配不上我这么多年对你的爱。 我悲哀地笑了笑,打开了他抓着我的手,我眼前一片模糊,未在这时又开始剧烈疼痛,你又在闹什么呀? 薛明丽皱眉企图打断我,我轻轻扬了扬手,薛明丽,我不要你了,落横不是喜欢你吗? 我给他救世了,我今晚搬出去,从此以后你,还有洛家,在与我无关。 薛明丽愣了很久,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在开玩笑,落生,能不能别再胡闹了。 我都说了对不起了,你还想怎么样?我是在帮你还债,你懂吗? 如果你哥哥在这时候出了什么意外,你以后能好过吗? 帮我还债,还到你们两个人共喝一个奶茶吸管,还到两个人在一张床上,是吗? 我轻轻地问他,突然觉得眼前这个我爱了那么多年的女孩好陌生。 我什么时候和他共用一个吸管,躺在一张床上了? 落生,不要无理取闹行吗? 你哥哥才吞了安眠药,他禁不起再次打击了。 如果你在之前听叔叔阿姨的,听我的把渗捐给你哥哥,哪里还有后面这些事情? 薛明丽正说着时,手机响了,电话里传来了我妈焦急的声音, 莉莉啊,落横在念着你的名字。 薛明丽看都没看我一眼,挂掉电话后,夺门而出,听着别墅大门关上的声音,我缓缓蹲下身,极力忍住涌上喉咙口的兴田,看着手机里落横很早发来的照片, 那是一张用两人在床上的图片和奶茶图片拼在一起的照片,上面还有配文,这个奶茶他喝过,我这张床他也睡过,你退出吧,落生。 上面的口红印刺眼到极致,看,一个不被爱的人,哪怕在他离开之时,别人都指他在胡闹,却能被一个不缺爱的人反复践踏, 我从十六岁时就开始暗恋薛明丽了,那时候他也是个呆头鹅,给我买男生都喜欢的东西,用一双亮晶晶的眼看着我,但听说了落横的事后他就变了,薛家信佛,薛明丽也心善,从那之后起,他事事以落横为先,哪怕落横故意找我查, 他也会猝着眉头,手里碾着一串佛珠,像我父母那样苦口婆心,让我让着自己的哥哥,落横身体不好,但他可以让薛明丽陪他去乐园,更是将去玩的照片PO在网上,时间一长,他和薛明丽成了粉丝眼中最羡慕的一对,可从头到尾,我做错什么了呢? 离开薛家的当天晚上,我看了看落横的朋友圈,发现他将薛明丽和他食指相扣的照片PO发了出来,还发了文案,我有在好好康复,因为我知道我喜欢的女孩,一直在等我。 底下,很多人评论祝福,也有人表示,两人登对,而我爱的爸爸妈妈,他们在评论区中回复,希望我的好儿子快快康复,康复以后,带你去吃你最爱的奥龙,去带你看最喜欢的大海,还有我爱了七年的女人,他也在评论区中回复着,早日康复,我会一直等你。 他们甚至知道薛明丽是我的对象,我笑了笑,注销了账号,卸载了软件,删掉了洛家薛家所有人的联系方式,我胃癌的事情还是没满足于怀,他硬是逼问我才得知二答案,锤着墙,肩膀颤动了好久,才擦干了眼泪,转头看向我,为什么所有不公平的事情都在你身上? 可你明明是无辜的呀,其实我知道洛恒这么讨厌我的原因,大概是我从小听话乖巧,并且从没让父母操心过,更没提过什么要求,可洛恒当时是怎么说的呢? 他说,你那副听话的样子真让我恶心,可那又怎么样?一想到你爱的人在我身边,你是不是觉得恨极了? 我就是要让大家讨厌你,我才是洛家最重要的存在,事实证明,我争不过洛恒,我也没办法得到父母的爱,可我也在好奇,我好奇我死之后,他们会有什么感受? 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,于怀不死心带着我到处治疗,每天吐出来的血越来越多,耳边越来越重的嗡鸣声,医生摇摇头提醒于怀,就这两天了,我让于怀带我去看海,这是我最后的遗愿了。 小时候想看海时,他们只带走了洛恒,却对我说,阿生,哥哥身体弱,他想去看看海,下次,下次我们一定带你去,好不好? 之前和虚明丽在一起时,我也曾提出过,让虚明丽陪我去看海,虚明丽却带着几分责备看着我,说,你哥哥都那么不舒服了,你却想去看海。 阿生,别让你的家人操心好吗?他们用着最是轻飘的言语,一遍遍打击着我向往自由的心,因为他们知道我最是坚强,什么事情都可以消化掉的。 电话在这时候响起,我躺在床上实在是没有力气,只能让于怀给我接,阿生,你现在在哪里? 电话那头,传来了虚明丽焦急的声音,你要干什么? 于怀冷声问道,阿生,我知道你在旁边,别再止气了,回来吧,医生说你哥哥的身体因为少了磕肾,越发虚弱了,阿生,电话被抢过。 妈妈的声音在电话那边响起,洛生,你今天就算是死了,也得过来给我捐肾。 他是你哥哥,这是你欠他的。 你们疯了吗?捐了肾,阿生也就少了一颗肾,阿生的身体就不是身体嘛。 于怀带着哽咽声愤怒咒骂着,于怀电话给我吧。 胃疼得我快疯了,但我这时候除了忍着,别无其他选择,虚明丽。 虚明丽听到我的声音之后,欣喜了片刻,阿生,你生病了。 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的。 虚明丽,是不是就算我死了,你们也要让我捐肾给洛衡? 阿生,就当我求你了,听话,把肾捐给你哥哥吧。 做梦,我挂掉了电话,光是这几句话,就耗费了我全部的力气。 快了,时间快到了,我终于如愿去看了海,海很蓝,沙滩上的人晒着太阳,昏声笑语。 于怀的手机铃声一直响,他一直挂,脸上还有着愤怒的神色,怎么了? 我问他,于怀张了张嘴,沉默半天,你爸打的电话。 我无言,拿过了手机,洛生,你哥哥在医院里面生死难料,你却在外面玩得开心,你有没有半点羞耻心和孝心? 你哥哥需要甚远,你是他亲弟弟,给我滚过来捐肾。 我看着面前的海,看着天上飞着的,自由自在的海鸥,沉默了好久,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放下了一样。 好,我捐。 阿生,你他妈疯了吗? 于怀红卓眼骂我,你早点像这样懂事不就好了? 爸爸听见我同意,捐肾之后,声音也缓和了一些,那你赶紧来医院吧。 等你给哥哥捐了肾之后,你以后可以陪哥哥一起看海,你们也可以,回到以前要好的时候,这样难道不好吗? 我没有任何回应挂掉的电话,喉咙一股腥田冲上来,血吐了我一身,眼前陷入一片黑暗。 第二天,于怀将我转入了洛恒那个医院,在检查期间,医生一再问我是否要捐,因为我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不可挽回的底部。 如果同意决肾,我将没有任何活路,我同意了,没有一丝犹豫,整个过程,只有于怀陪着我。 进手术室前,于怀嚎啕大哭,我笑了笑安慰他,行了于怀,别像个娘们似的,那个东西还在你那儿吗? 于怀哭红了的眼看着我,良久才轻轻点头,是时候了。 是时候送给他们这个礼物了,我带着这样的想法,眼前再次陷入了黑暗,我再次睁开眼时,发现眼前一片刺眼的白,我在医院的病房中,医生朝于怀摇摇摇头,表情很沮丧,我明白,我已经进入了弥留期,于怀眼睛通红,一边痛哭看着我。 阿生,于怀想摸摇摇我的手,可我浑身插着管子,他都不知道从何下手,我想谢谢于怀,可我再也没有力气了。 这样的话,我是不是就可以解脱了,像海上的海鸥一样,好困啊,这下,可以睡个好觉了。 2023年12月9日,洛生抢救无效去世,年仅24岁,洛衡手术很成功,医生从手术室出来,和大家报平安之后,薛明利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 太好了,这下阿恒再也不用受折磨了,他终于可以健健康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。 洛家父母相拥而泣,薛明利常常叹了口气,肾源匹配很成功,医生说手术中洛衡没有任何排异反应,恢复健康只是时间问题,薛明利笑了笑,看来阿生心里爱着自己和哥哥的, 不然也不会同意捐肾,捐肾之后身体肯定很虚弱,他还得去看看阿生才行,他也没忘记自己是要嫁给阿生的,希望他在听了自己要嫁给他的承诺之后可以恢复得快一些。 薛明利和洛家父母去了前台询问了一下洛生所在的病房,护士却一脸奇怪你们不知道。 这位患者胃癌晚期,癌细胞已经扩散了,还来捐肾,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 薛明利心猛地沉了下去,不可能,前几天他还好好的,怎么可能得胃癌? 不清楚,I see you在那边,去吧。 护士在医院,早就见惯了生死,哪怕薛明利和洛家人在惊讶,他都面无表情地说着事实,薛明利呆愣了一瞬,连忙跑向了洛生所在的抢救室,只见于怀在里面呆呆站着,外面是一大堆穿着全黑肃镜的人站在周围,于怀。 薛明利跑过去,于怀转头看见是薛明利,红肿的眼中瞬间爆发出恨意,你们来干什么? 前台护士说,阿生得了胃癌,这是真的还是假的? 洛母有些担心地问道,于怀在走廊中疯狂地笑着,好半天才停下来,是啊,胃癌晚期,捐了肾后大出血去世,你们开心了? 薛明利脑海中闪过一丝嗡鸣,不可能,不可能。 洛父果断出声,他肯定在无理取闹,我给他打电话时他语气好得很。 于怀面无表情看着他们,心中生出一股悲凉,薛明利回国神来,他不顾一切推开于怀,看见了病房里面那个已经用白布盖上的人,他颤抖的手慢慢掀开那层白布。 白布下,洛生苍白凹陷的脸显现在大家面前,薛明利脚一软镜跪了下去,手上的佛珠摔得粉碎,洛家父母不敢置信看着眼前这一切,怎么会?怎么会这样? 阿生什么时候得胃癌的? 洛母迷茫地看着床上躺着的人,更是探了一下洛生的呼吸,可床上的人早就冷透了,洛父嘴唇颤抖着看着床上的遗体。 我,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还好好的,我,他无法说出当时他让洛生军肾时候说出的话。 更无法想象洛生同意军肾时,他脸上的表情,他只知道现在的洛生,他的儿子,死了,薛明利摇摇头,不会的,不可能的。 如果是胃癌的话,他怎么可能没察觉到,那天他和洛生吵架的时候,他脸色就已经很不好了,好像在刻意忍受着什么,原来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胃癌晚期了。 可那个时候他在干什么,他在责怪阿生没有军肾给洛恒,薛明利眼前一片模糊,他想爬起来看清洛生的脸,可腿软得像是灌了水一般,怎么站都站不起来,他擦了擦眼睛,眼前还是一片模糊,越擦越湿,你们现在做成这个样子,给谁看呢? 于怀轻声道,薛明利转头,眼圈通红看着于怀,于,怀面无表情,将手上的东西,给了他们一家人,阿生弥留之际告诉我,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,并嘱托我告诉你们,以后别来看他,脏了他的墓。 于怀恨声道,薛明利接过他手上的东西,这是一部老式摄像机,薛明利打开摄像机, 发现里面有一个很多年前的视频,他打开了视频,视频中的内容,让在场所有人惊呆在原地,哎,大衡,你确定要买那个最新款西装,去参加薛明利的生日晚宴? 摄像机对面的男生,梳理着自己的发型,赫然就是学生时代的落衡。 废话,反正我爸妈有钱,他们不会不给我买的。 可你知道,这衣服要多少钱吗? 四万八,哎。 录像的那个男生惊讶地叫道,视频里面的落衡,听完翻了个白眼,现在科技这么发达,卖个肾就可以买个包,很划算好不好。 而且,如果东窗事发,就推在我那白痴弟弟头上呗。 告诉你们,这个西装可是我以后要娶薛明利的敲门砖,她家父的流油,看女婿的眼光高着呢,以后我要是娶了她,往后可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 那就借咱们阿恒大少爷的吉言了。 薛明利看完这个视频后,脸上一片惨白,是了,她想起来了,她的确邀请了洛生去参加她的生日晚宴。 她要告诉洛生她爸妈已经同意了让他俩成年后订婚的好消息。 可那天晚上,只有洛衡来了,身上穿着昂贵的西装,脸色也有些苍白,当时洛衡说什么来着,厉厉,弟弟前段时间有些任性,所以,爸妈没有把她放出来。 而她当时也没有怀疑什么,后面爸妈说洛生背了一款手机,竟然让洛衡去卖肾。 她才知道洛生犯错了,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,事实是洛衡爱慕虚荣,为了那款能攀附上薛家的名牌西装,让自己的亲生弟弟陷入深渊,可她居然还求阿生去军肾。 洛衡反复看着这个视频,越看越绝望,这是阿生从洛衡同学那儿拿到的,她知道阿生的事情,心怀愧疚,把这个相机给了阿生。 阿生一直保留到现在,于怀没有温度的声音,毫不留情地说着真相,洛母手摸着洛生的脸蛋,早就泪流满面,我那次去你家,看到阿生那个样子,我以为她刚睡醒,原来是胃癌晚期啊,这傻孩子怎么不告诉我呢? 也对,自己那时候哪里顾得上阿生,她一心都扑在洛衡身上了,怎么会呢?怎么会呢?怎么会呢? 洛母缓缓缓念叨着,双眼失神目无焦距,她想让阿生睁开眼睛,想让阿生醒来解释一下,哪怕是说,妈妈,就是这样的,我被冤枉了也好,哪怕只说一个字也好,为什么不和我们说呢? 洛府呆呆看着,此刻的洛府,已经没有了当时的那股气势雄劲的状态,此刻的他勾搂着背,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弯了脊梁一般,为什么? 于怀抱负性地笑了,他自从被污蔑后,你们的眼光有半点放在他身上吗? 去诊胃癌晚期的那天,你们在婚礼现场让他难堪,让他一个人面对这那么多宾客,他胃疼得打滚的时候,你们打着电话指责着阿生说他心肠恶毒,他癌细胞扩散的时候,你们打电话让他滚到医院来捐肾,从头到尾,你们问过他愿不愿意吗? 于怀越说越激动,越说越大声。 说到最后,甚至怒吼出声,走廊响彻着痛心的质问声,病房一片死寂,直到殡葬人员来敲响了门,阿生的葬礼,后续就由我们于家来料理,你们不配来参加,更不配在他面前站着。 于怀挥了挥手,外面的黑衣服男人将洛家父母和须名利搀扶着送出门,不,不可以。 洛母突然疯狂挣扎,阿生是我的儿子,是我最疼爱的儿子,为什么不让我们来料理,把我的儿子还给我,还给我? 他尖叫着,可于怀头都没回,带着洛生的遗体和其他的人一起离开了医院,而洛母因为打击过大,昏迷了过去。 洛恒醒来之后,发现薛明丽和爸爸正守在病房中,爸,莉莉,她惊喜地看着他俩,薛明丽呆坐,在病房中。 看见洛恒醒了,眼神转动了一下,醒了?薛明丽轻轻道,阿恒点头,笑了一下,莉莉,爸,我现在挺好的,医生说我恢复健康,只是时间问题,很快我就可以和你们一起去看海了。 洛恒突然又刻意停了一下,装作有些愧疚的样子,弟弟是不是还因为我不肯出来见我?我知道我不该这样任性,可我,他眼圈一红,可这时洛父闭了闭眼,行了,别装了。 洛父一句话让洛恒愣住了,这冷淡的语气让他十分不适应,爸,怎么了? 薛明丽死死看着洛恒,那年我的生日宴,你说,阿生因为任性,被爸妈关在了家里,其实是挨了很重的打,浑身伤根本出不来,是吧? 洛恒心中咯噔一声,张得张嘴强颜欢笑,是啊,因为他惹爸妈生气了,就,事实上,是你为了买名牌西装,想去卖肾不成反背割了一个肾, 你为了掩饭这件事,嫁祸在你弟弟身上,是吧? 薛明丽说话声音平缓,却让洛恒感觉到了尸骨寒意,怎,怎么可能? 莉莉,我不是说过吗?是弟弟想要那个手机,我没办法我猜,洛父把摄像机扔在了病床上,眼中有浓浓的血丝,还记得这个吗? 洛恒将硬着低下头,他打开视频没看一会儿,就让他脸色煞白,洛恒,你知道你弟弟现在在哪儿吗? 薛明丽看着洛恒的眼睛,低声问道,洛恒仓皇看着薛明丽,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阿生因为你的污蔑捐了肾,抢救无效去世,现在,正举办着葬礼。 薛明丽眼睛死死看着洛恒,洛恒浑身冰凉,不敢致谢,因为你,我疏忽了阿生那么多年,因为你,我的阿生再也回不来了。 薛明丽极度愤怒,无助,不仅仅是因为洛恒,更是因为自己一时眼瞎心芒,才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,满心满眼的无力,绝望。 后悔,薛明丽恨不得杀了自己。 哈!薛明丽狠狠抽了自己一个耳光,一个接一个不停打着,可打再多,阿生都不可能再回来了。 不是这样的,不是这样的。 莉莉,你听我解释,洛恒仓皇想解释,却发现无从解释,阿恒,你知道吗? 洛恒绝望地看向自己这个从小宠到大的孩子,直到前两天,我都觉得是阿生的错,才让你变成这样的。 以前因为洛恒少了一个肾,他一直觉得是阿生的原因,才处处都想着他,还让阿生让着他,可阿生小时候懂事多了。 不闹他,不提要求,有什么吃什么,有什么穿什么,甚至有时候吃的东西,都是洛恒剩下的。 我教育你,从小要勤俭节约,不要贪图一时富贵,你当时才多大。 就为了攀附薛家筹谋那么多,为了一件衣服,不惜害你的亲生弟弟,还害得他被迫捐了一个肾给你。 洛恒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,此刻他的嘴脸竟然这样陌生,可我有苦衷啊,我为了在学校给你们长脸,和那些有钱的大少爷打交道,就是为了帮你们的生意啊。 洛恒无助的辩解,却没有任何作用,家里生意需要你操心吗? 你那时候到底像什么样子啊? 现在阿生去世了,都是你害死的,你还我阿生,还我的儿子。 洛母从病房进来,撕心裂肺,想要去掐洛恒脖子,却被洛恒躲开,反被推了个裂浅。 谁让你们当时眼中全是洛生的? 凭什么他一出生,样样都是优秀的,我的什么东西他都要抢走。 夸奖被抢走,宠爱被抢走,他活该。 洛恒掩饰不下去了,索性疯狂发泄,啪。 一个巴掌狠狂扇在几乎疯狂的洛恒脸上,他不敢置信看着薛明丽,你害死了你的亲弟弟,有什么感想吗? 洛恒。 薛明丽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道,怎么,你还想让我坐牢吗? 他是自愿倦的,死了那是他命短。 可我爱你呀,薛明丽,是我先喜欢上你的,为什么就不肯多看我一眼? 为什么? 薛明丽站起来,眼含冰霜,从今天开始,我会派人每天看着你,每天给你做检查。 你要好好活着,你的肾是我丈夫给你的,你要好好养着。 说吧,头也不回地离开了,洛恒想下床去抱薛明丽,被他狠狠摔在了地上。 薛明丽,你他妈是想把我当养肾的容器吗? 薛明丽,你回来。 他无助地嚎哭着,像急了洛生当年无助的样子,可两人的无助,压根就不是一个概念。 薛明丽和洛家父母去了灵堂,果然如同于怀说的,他们压根进不去,于怀让我们进去看看吧。 洛母要求着于怀,他是我的儿子啊,是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孩子,我怎么可能不爱他? 我怎么可能洛母从哽咽到乌咽,再到嚎啕大哭,他没有偏心的思想,生下了阿生就觉得人生圆满。 阿生听话,从小就安静,懂事以来就没提过什么过分的要求,可自己当初怎么就相信了洛恒的话了呢? 阿生怎么可能会为了一部手机,让洛恒去卖肾呢? 可眼下又有什么用? 他的孩子没有了,甚至在死前,陪在自己身边的人不是自己的亲人,他该有多难受啊? 于怀红着眼,看着哭成泪人的洛母,没有再阻拦,让手下的人放他们进去了。 灵堂内,洛生黑白的照片在中间十分刺眼,洛夫看着那张照片,想伸手上去抚摸一下,却始终下不了手。 自己儿子快死的时候,自己却在打电话逼自己的儿子军胜看着黑白的照片,洛母哭得撕心裂肺,可自己这个最懂事的儿子永远都回不来了,下辈子呢? 恐怕下辈子,自己也没办法拥有这样一个好儿子了吧。 于怀看着在灵堂哭着的洛家父母,依旧是面无表情,只是在看向阿生遗照的时候,眼圈红了一瞬,薰明丽什么也没说。 他只是眼睛一眨,不眨的看着照片上的洛生,眼光从来没有离开过,直到人都散得差不多了。 他才无声息地离开,谁都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儿。 两年后,歪成一处墓园中,于怀穿着黑衣来到最里面,洛生的墓就在这里,阿生,我来了。 于怀在他墓碑旁坐下,拿出了烧烤和啤酒,这是洛生曾经最爱吃的,阿生,你知道吗? 洛家破产了。 洛生去世后,薰明丽明接管了自家企业,正式站在洛家对立面,不到半年时间,洛家正式宣告破产,薰明丽收购了洛家企业,并将其发展子集团创建了基金会。 拯救那些被器官捐资害得残废的人们和孩子们,两月前,洛母突发心梗,抢救无效死亡,洛恒被薰明丽保护着得好好的,因为薰明丽说过,他需要洛恒这个容器来好好保护阿生的肾。 洛恒了,拿刀子拼命捅自己,被精神病院护士拦住了。 于怀笑着摇摇头,拿着酒,和地上的啤酒碰了一下杯,薰明丽前天找到我,说他会好好活着,因为他不配死了,和你见面,活着饱受煎熬,才是对你最好的赎罪方式。 于怀摸了摸墓碑,可是为什么呀?为什么你死了?他们才知道如何去爱你呢? 于怀在墓园坐了好久,直到艳阳便西洋,他才将橙汁倒在墓碑旁的地上,将抱了好久的花放在了洛生照片的旁边。 离开了,又两年后,薰明丽去世了,长期服案工作,积劳成疾,最终演变成胃癌,在弥留之际,宣布将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名声集团,全权交给于家的于怀。 他去世之后,脸上带着微笑,手里拿着一张合照,合照上是他和洛生学生时期的样子,女孩羞涩地站在男生旁边,男生泪脸地笑着搂着女生的肩,笑得很温柔,像是暖羊一般。